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生产与作业管理 同学好 今天我们生产与作业管理第十一个讲次 我们要讲解的是布料需求规划 在今天的课程当中 我们特别邀请国立台北商业技术学院 企业管理系张旭华 张教授来帮我们助讲 好的 谢谢林老师 也很高兴能够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物料需求规划这个议题 在今天的课程当中 我们主要要讲的有六个重点 这六个重点分别是 第一个我们来谈一谈物料需求的一个形态 第二我们来说明物料需求规划的意义 第三个部分我们来讲解的是物料需求规划 也就是我们称的MRP系统 它的输入以及它的输出 第四个我们来说明MRP整个的一个展开的一个方式 第五个我们来说明有关于制造资源规划 第六个我们会来谈到所谓现在常见的企业资源规划ERP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重点 物料需求的一个形态 在物料需求的一个形态来讲 我们一般可以把它区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称为叫做独立性的需求 第二种的形态我们把它称为叫做相依性的一个需求 所谓独立性的需求 一般指的是这个货品的一个品项的需求 与其他的一个品项的需求彼此之间是没有关联的 举例来说 例如说我们所生产的一个完成品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最终产品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利用我们的一个预测的方式 来预测它的需求量 那以MRP这个章节来看的话 它在整个我们后面要讲的一个产品结构里面 它是属于在最上面的那一层 也就是我们第零层的一个产品的结构 在整个独立性需求的话 同学们如果有印象 可以去复识我们第九章有关于存货管理的部分 存货管理在所谈的部分 都是我们一般所谓的一个独立性需求 也就是追踪的产品 例如说我想要去预测 冰箱它的一个月的销售量会有多少 那我预测的就是它最终的一个主产品 所以刚刚介绍第一个是称为叫做独立性的需求 那第二个呢 我们需求的形态 我们一般称为叫做相依性的需求 何谓相依性的需求呢 一般我们指的是一个存货的品项的需求 和其他存货的品项的需求 是彼此具有相关性的 那这个存货来讲的话呢 它的需求量是跟其他的品项 或者最终产品的展开下面的一个品项所构成的 那例如说我们的原物料 或者是零件 或者是组件 或者是半成品等等 那这些由最终产品呢 所的一个产生的一个需求量呢 我们要准确的可以利用MRP的展开 来去做推演去计算 而把它求算出来 那在以整个MRP的一个系统结构来讲 它的产品结构来讲 我们刚刚说的独立性需求是第零层 那在这个相应性需求来讲 它就是第零层以下的 例如说一二三四层以下的一个需求的形态 那这种相应性的需求来讲呢 它一般来讲 适合应用在我们用MRP的一个方法 还有技术呢 来做它的一个规划 以及管制 而且呢 它的特性来讲 比较不需要我们一般的一个存货 或者是你只要维持一些少数的存货 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刚刚跟同学来说明的 就是我们需求的一个形态 那这个独立性需求 跟相应性需求来讲的话呢 它们的关联来看 我们从刚刚所看的图形 就可以得到了 以这个图形里面 我们看到我们的D零层 D零层这个产品A 就是我们刚刚所指的 它是一个最终的一个产品 它是这个独立性的一个需求 例如说我们刚刚举的例子 冰箱 它最后就是一个完成品 所以它是一个独立性需求的一个部分 但是冰箱呢 是由很多很多的一个零组件所构成的 那以我们这个简单的图形来讲的话呢 例如说组成一个A的一个完成品 它需要有B跟C跟D所组成 那B呢 又是由一个E和一个F又共同所组成的 那D呢 它又是下面又一个由G呢 所组成的 所以在D零层的部分 就是我们刚刚所作为的一个独立性的需求 在D零层以下的 包含这里的1 2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相应性的一个需求 这里呢 老师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例如说我们的一个一支原子笔来讲的话 它可能呢 有我们的笔盖 还有笔杆 还有笔芯 这三个部分所组成的 那笔盖可能就只有一个 笔杆也只有一个部分 那笔芯的组合呢 我们里面呢 可能又有它的钢珠头的一个组合的部分 还有呢 那个墨水杆 还有里面要填充的一个墨水 所组成的 所以呢 像我们刚刚讲原子笔 它就是我们的一个相应性的需求 那下面的笔盖 笔杆 或者是笔芯 以及墨水 钢珠头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一个相应性的需求 所以刚刚从例子里面说明 同学大概可以稍微了解 在需求形态里面 尤其在这一章节要先了解 我们最主要在MRP的展开 最主要是要做相应性需求的一个计算 以及求解 那在这个部分呢 我想也要请教我们张老师 整个存货管理 如同我们刚刚所讲到的 这是一个存货管理的话 一般是我们比较独立性的一个需求 那在相应性的需求 我们是用利用MRP的一个展开 来帮我们做求算 那在这里呢 MRP它应该有一些它的一个功效 还有呢 它的一些主要能够在实物上 帮我们解决什么样子的问题 在这里请教张老师 来帮我们做一个说明 好的 那么是一九六五年 欧雷琳就提对整个存货 提出两种 所谓相应性的需求 还有独立性的一个需求 那么整个以产品为导向来讲 相应性需求就需要用 所谓的MRP物料需求规划的方式 来帮我们协助 展开我们后续这些相应性的 这些零组件 应该应该要在什么时间点 该去下订单采购 什么时候要完成 组装完成 那这有赖于几样 我们这个物料需求规划 所需要的相关的一些资讯 像是这个主生产排程 就是我们最终的这些 独立性的需求产品 它什么时候需要多少的量 那么往这个时间点 往后去推算 那什么时间必须要在这个 零组件 每一个单位组件的时候 完成之日 就必须先准备好它的下一步的 一个组件的时间跟数量 那这又有赖于我们目前的存货 现况还有整个物料需求规划 它所需要的这些零件表 所谓的BOM这些相关资讯 所以整个这个MRP 整个规划来讲 它输入有主要的几个方面 就是主生产排程NPS 还有这个BOM 所谓的物件这个清单 还有这个存货状况 那么经过这几个资讯产生出来 透过电脑的运算 可以产生几个主要的报表 就像基本性的报表 还有一些控制性的一些报表 是的 所以刚刚张老师里面有谈到 我们MRP的输入 是会有一些基本的输入 包含我们的主生产排程 物料清单 存货的一个状态 以及MRP 我们最主要是要让它输出 我们的一些内容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张老师 来帮我们来说明一下 有关于MRP的意义 以及我们在物料需求规划里面 它的输入跟输出的部分 好的 那么目前就进入我们第二个单元 就是有关于物料需求规划的意义 那么物料需求规划 又称为是这个MRP 英文的缩写 或有人叫MRP1 那为什么叫MRP1 因为后来有个MRP2 那就是第二代出来 那么原来MRP就是属于第一代 那这个MRP做什么呢 它主要是将我们主生产排程的 这个总表转换为存货项目 一个净需求的一个详细表 那么设计一套出具逻辑 关联性的一个作业步骤 决策规则及相关资料的一个产出 那么这是我们对整个物料需求规划 的一个解释 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MRP主要的目的有几样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就是要能够确定 整个物料需求的一个用量 第二要能够制定物料的一个采购的计划 第三是要能够有效的 我们来控制物料的一个存量 第四是要能够降低存货 能够以期能够减少我们资金的一个积压 第五可以依照MRP这个计算所需要的资金 那么以利我们相关资金的一个运用 第六可规划这个为交货订单的一些优先性 第七可以提供我们产能需求规划 所需要的相关一些资讯 第八它能够提供我们动态导向的一个存货管制 这是我们整个MRP需要MRP来求算 这些所需要物料的一些目的 那么我们要自信这个MRP的展开 整个系统是有一些基本的一个条件 我们来看看是要具备哪些基本条件 第一是要有产品的一个主生产排程 第二还要具备各组件的一个BOM表 或者叫做这个物料清单 以供我们这个展开来这个使用 第三是有各项存货现况的一个状况记录 第四各存货项目的前置时间必须要是已知 第五各存货项目要能够先进先出的来使用 第六MRP相关的档案资料 要具有关联性还有它的这个连贯性 第七是装配组件之前 各组件的这些项目要能够资料齐备 第八各存货的项目的制造加工 是要具独立性 不涉及其他的一个项目的一个制造派工 是刚刚张老师帮我们讲到了一些系统的部分 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 刚刚我们知道了MRP的意义 以及MRP的一些目的 以及它所具备的一些基本条件 我们在MRP的展开里面 其实我们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要输入什么样的内容 还有我们希望MRP系统 它输出什么样的资讯 给我们来做一些管理上面的一个决策判断 那在这里我们接下来请张老师 帮我们谈一谈有关于MRP输入 以及输出的部分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谈我们今天MRP的第三个 这个重点是MRP系统的输入 还有它的输出是哪些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整个MRP系统的一个输入 那它输入最主要有几样 我们刚刚前面说过 有一个主生产排程 我们叫MPS 再来是产品结构档 或者我们叫BOM表 那么再来是存货状况 目前存货的数量的状况 还有场外组件的一个订单状况 这几个是最基本要有的资讯 有这些资讯呢 我们才能够去进行MRP的展开 展开以后才去算什么时候 需要什么料件 多少件 那什么时候又该发出订单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 这最主要的几个MRP的输入 我们一一来说明 来了解 第一呢 是主生产排程 MPS又称为生产时程的一个总表 那么它主要是将生产的这个制造计划总表 转换成个别项目的一个需求 那么包含生产哪些项目 核实生产 还有生产多少等等 那么这表示在某个生产时间内 将生产的产品或数量 是多少要表达出来 那么这也是整个MRP系统中 所要生产出最终产品项的一个毛需求量 我们刚刚前面讲过 整个生产计划的总表展开来 就转成个别的项目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好像一台汽车厂 那么它的总体规划 可能规划明年要卖一万台的这个车子 但是我们这一万台 它可能有2000cc 有1800cc 有1200cc的 那么在做总体规划的时候 可能不会去分 它这个是大车 中车 小车 那么但是到了NPS这边来 我们就把它依照个别项目 去比较详细的定义出 2000cc的要几台 可能是6000台 1200cc是2000台 1600cc是2000台 这样合计是1万台 好比说是这样子 来做一个个别项目的 一个需求计算 好 接下来我们看 第二个输入 叫做产品结构档 那么又叫做BOM表 叫做物料单 物料清单 料表 材料表 或材料资料档 产品结构档等等 这些都是它的这些别称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每单位成品所需要的物料 零配件 单位的一个使用量的一个明细表 那么它能够计算毛需求 跟这个净需求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基础 就是要知道整个产品的组成 是由哪些零组件所组成的 数量是多少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BOM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可以透过BOM的展开 来了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生产一个单位 A的这个产品 它各零组件的数量展开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由这张表我们来看到 阶层零 就是这个产品A 也就是最终的独立性需求的产品项 那么这个A是由两个零件所组成 两个组件分别是B跟C 我们可以从图上看到 B旁边有个括号2 C旁边有个括号3 这表示一个A是由两个B 以及三个C合理组装出来一个A 那这个我们阶层叫阶层1 那么其中这个零组件B 它又是由什么 D所组成 由四个D 因为D括号有这个D旁边这个括号4 所以一个B是由四个D所组成 那因为D在B的下一阶 所以它阶层我们给它编号编号2 我想这个是泵表展开图的一个图形的一个说明跟解释 那我们继续来看看 那数量上怎么去计算 那么B2M展开里头 生产一单位A所需要的这个零件的一个数量 我们可以看 零件我们这边列出了BCD 那么用量我们再这样计算 这个一个B呢 这个乘上2 因为两个B组成一个A 所以B就是1乘2 所以等于2 那么C呢 就是1乘3 就等于3 因为一个A是由三个C所组成 那么D呢 是2乘4等于8 因为呢 一个B是由四个D所组成 那么组成一个A呢 需要两个B 所以是4乘2等于8 那这个呢 是一个A这个产品呢 需要BCD 这三个零件所需要组成的 这些零件的一个数量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所谓的D阶编码的一个技术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BOM的展开表呢 它有编了这个零件 一阶二阶 所以呢 这个要介绍一下 整个D阶编码的技术 它是利用MIP系统 在整个展开物料需求的过程当中 电脑它会连接BOM的一个阶层 当相同零件 不仅出现在一个阶层的时候 也出现在另外不同的一个阶层 这个状况下 就可能要利用所谓的 这个D阶编码的技巧 来重新建构BOM 让所有的这个零件 会呈现在同一个阶层 我们来举个例子看一下 零件 假设零件F分别出现在第二三层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D阶编码技术 把这个零件F通通把它放在最底阶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形 A它是由B跟C所组成 那么一个B两个C 那么其中一个B又是两个D 还有三个E所组成 那么一个D又是一个G所组成 一个E又是两个F所组成 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C C它一个C是由两个F所组成 那么我们可以看 刚刚前一张表F两个是不同的位阶 就是说我们图形的蓝色 那么现在我们把F C底下F往下拉了 拉到最底层 可以跟这个第三层的E下面的这个F对齐 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D阶编码技术 让它从出现的这个位阶 F出现的位阶 是在同一个位阶 也就是把它拉到最底阶 就是这个第三阶这个位置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以这一题的B1表展开为例 我们看看它的这些物料的零件数量 需要多少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整个生产一个单位的A 它所需要的零组件呢 这个B要多少呢 那就是因为它只要一个就可以来组成 一个B就组成A嘛 所以它用量就是1乘1 那它等于1 那么零件C呢 它所需要用量就1乘2 就等于2 那么零件D呢 它不要它在第二阶了 它是1乘1乘2 那按照我们这个位置顺着下来 它所需要的数量都相乘下来 就可以得到1乘1乘2等于2 那么1呢 就是1乘1乘3等于三个 这零件1 再来我们看F 那F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F出现在两个这个不同的 这个零组件的体系内 一个是B延伸下来 一个是C延伸下来 所以一个F呢 就1乘3乘1乘2 再加上1乘2乘2 那总计是10个 同学们可以自己看算一下 由A F是什么来的 是由A乘以A延续到B 再延续到E再延续到F 另外分支是A延续到C 再延续到F 所以它总共需要做成一个A 需要10个F 再来看零件G呢 它是1乘1乘2乘1 所以总共是两个 就可以来组成一个A 那么以上呢 是对于Bong表的一个说明 好 刚刚我们针对MRP的这个输入 介绍了NPS还有这个Bong表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其他的输入 接下来谈的是存货状况 那么它又称为存货记录档 或是存货基本资料档 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在各项目在计算 整个净需求量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记录 就是现有的存货状况 那么也就是说把各种原物料 零组件的这些存货存量 这个作为整个MRP展开计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 那么它是要能够检视现有的库存数量 来进一步计算是否有必要发出新的一个派控单 或者是订单 那以作为我们后续零组件 上一阶零组件的一个这个需求的物料需求的准备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最后一个MRP的一个输入 是厂外组件的一个订单 这包含什么呢 包含了公司服务客户零组件的一个订单 还有厂商之间相互资源的订单 还有以及这个非正规生产计划内的特殊用途的这些订单 像是这个破坏性检验的 促销维修研究等用途相关的这些这个订单的一个数量 那么此类的订单将其所需要组装的这些零组件的数量 加入我们原本零组件项目的这个毛需求当中 作为最终的需求量 好 那么前面我们谈到了MRP的一个输入 那接下来我们谈有这些输入以后 我们透过MRP电脑计算 就是MRP系统的一个输出 那MRP系统输出最主要有两大类的一个输出 就是这个基本报表 还有控制性的报表 那这两个报表分别是什么呢 我们来一说明基本性的报表 包含有五大报表 第一就是物料明细的一个报表 这包含了用料明细跟库存的一个状况 第二计划订单排成报表 在这报表里面指出何时该发出订单 那订单内容的项目跟数量又如何 它的排成如何 第三就是订单开立报表 那么授权计划订单的一个执行 那订单的开立 还有发出的这些记录 第四要有这个订单行动报表 也就是针对本期应发出或取消的订单的 这些行动的一些相关记录报表 第五就是计划订单变更的报表 针对实际采购与计划采购时间 发生了差异的时候 那么它有变更到期日期 数量的变更或订单的取消 这些记录的一个报表的一个产出 这些都属于基本报表的部分 那么除了基本报表 那么MRP的输出 也会有一些像类似一些 作为管理控制的一些控制性报表 第一就是包含了绩效报表 那MRP系统运作的绩效衡量 跟这个评估的一个报表 第二就是负荷报表 它是记录每一工作中心 各时期所这个负担的 需求负荷的一个状况 第三包含例外报表 也就是说产品这个产生 这个重大差异的这些记录的时候 像订单延迟 这个物料品质不良 过期的物料 或者是不存在的一个需求等等 这些都属于例外报表 里面会出来的 第四会有这个规划报表 存货水准的预测 用来这个未来我们这个物料需求的采购 还有我们未来这个财务 这个预算的一个评估 这些都是属于这个规划性报表 那么以上也说明了MRP的一个输入 还有输出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第四个重点 我们第四个重点 我们要谈到的是MRP的展开 MRP的展开呢 最主要是把我们的需求的NPS呢 依照我们BOM的一个展开 计算求得毛需求 然后呢 再减去库存量 以及已定未交的数量 而得到的一个净需求 我们配合我们前置时间 把我们的净需求 应该何时发出我们的订单 或是何时应该发出我们的派工单 在这里我们举一个立体来做一个说明 有一个A产品 它的主生产排层 还有它的产品结构档 也就是NPS跟BOM 我们从NPS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预计在第四期交货200单位 第五期交货100 第六期交货150单位 那一个产品A又是由一个B 还有两个C所组构成的 那我们这里有几个条件 我们的A产品呢 它的一定未交量 也就是再图存量 在第二期呢 我们预计收到50个单位 那B跟C的零件呢 我们预计在第一期的期末的时候 我们分别会收到40单位 跟60的单位 接下来我们就利用我们的一个 逐批的一个订购方式 我们来求解B和C零件的一个需求的计划 我们从刚刚的一个题目里面 可以了解到 我们的主生产排层 在第四期会有200单位 第五期有100单位 第六期有150单位 这主生产排层 就会放到我的A产品的一个 它的毛需求 所以对应下来 各位你可以看到 456分别毛需求为200 100以及150 那我们刚刚题目里面 又有条件有说到 我们的产品A呢 在第二期的期末 会有50个 一定未交量会进来 所以在第二期 我们就会有50的期末存货 那当然第二期的期末存货 就会变成第三期的一个期出存货 所以你看第三期会有期出存货50 第三期的期末存货是50 那第四期我们的需求有200 所以200有存货就要先出 所以200减掉50 我们其实净需求只要150 所以150是我们要的净需求 所以我们在计划的一个订单的 入库量定150 这个期数 因为它的A产品 它的前置时间是一期 所以第四期需要150 所以我们就往前提 所以第三期的时候 我们就要发出150的订购量 那第五期一样 它有100 所以它的没有存量了 所以它的定需求就是100 所以我们的计划的订购的 入库量是100 往前提一期 在第四期 我们要发出100单位 那第六期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也是减掉我的一个 库存是0 所以毛需求减掉净需求 减掉我的0之后 净需求成150 我们也往前提一期 所以在第五期的时候 我们就要发出150的单位 那同样的 A产品往下展开 会有B跟C 那A我们刚刚有说到了 第三期我们需要150 第四期100 第五期150 所以一个A又由一个B所组成 所以我们把它放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B这一个展开的话 第三期需要150 第四期100 第五期是150 那我们刚刚题目里面有谈到 在期末 第一期的期末会有产品会进来 所以第一期的期末有40 所以如同刚刚的一个计算方式 那我们可以求得出来 把你的净需求扣掉你的存货 所以在第三期的时候 需要110往前前置期间提一期 所以在第二期的时候 就要发出订单110 那以此类推 那我们C的产品的部分 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是一个产品A 是由两个C所组成 所以我们的A需要150 100跟150 所以乘以2之后 分别为300 200跟300 那一样 它在第一期会有60个进来 所以这个地方 跟刚刚的题目比较不一样 就是例如说第三期 我们需要240 那往前提两期 因为它前置时间是两期 所以这是我们刚刚所做的 一个展开的方式 那整个MRP的一个 成功的因素来讲 我们可以归纳的有几点的部分 第一个我们需要的是 高阶主管的一个支持 第二个我们需要 实施我们的一个教育的一个信念 第三我们需要有合理的NPS 第四个需要正确的BOM 第五个我们需要 有正确的存货记录 还有事实的更新 第六个我们需要资料异动 以及管制 第七个我们需要 有整个系统的一个完整性 MRP的发展 随后我们就会发展出来 制造资源规划 也就是一般简称的MRP2 以及第六个我们会发展出来 我们的企业资源规划 也就是ERP 那MRP2跟ERP 基本上都是利用我们的MRP 来做它的一个延伸 那以MRP2来讲 最主要是整合一些物料管理 或者能源跟设备 那ERP的话 最主要是要来贯穿 我们整个企业的产销流程 来整合整个各个单位的一个 管理的一个功能 减少我们企业的一个人工 重复的一个作业等等的一个内容 好 我们今天整个物料需求 规划的一个单元 我们就进行到这 谢谢各位同学的一个收看 宇宙浩瀚 知识无穷 华世教育文化之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